12歲雙妃男童在7月21日被媽媽遺棄在廣華醫院 她的媽媽星期天乘高鐵入境香港時被捕 被控一項若疑罪 案件星期一在九龍城法院提堂 涉案的媽媽和兒子由警車押送到法院 據了解37歲的被告報稱是瑜伽導師 她和兒子7月18日由江西來到香港 曾經入住油麻地一間賓館 她在來到香港之後第四天 和兒子一起去廣華醫院求醫 之後兒子被她遺棄了 控方申請暫時無需答辯 被告獲准以5000元保釋後離開法院 她保釋期間不准離開香港 並且要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亦需要每個星期去到警署報道兩次 案件押後至9月11日再信